书上说画不规整的圆 我三选一画个圆 把圆分成两份 我也对半分 横轴位置三选一 我选横轴在中间偏下 鼻子位于十字线焦点下 我三选一画猪鼻 耳朵位于横轴与圆的两个焦点下 我选耳朵高出横轴与圆的焦点少许 眼睛的位置比耳朵略高 我选眼睛是重 有点可爱 嘴巴位置参考右图阴影位置 我三选一画绝嘴 腮红位于脸颊 我三选二组合一下 确定发际线的位置 三选一 所谓简 画刘海与耳壁 我三选一画个极刘海 接着画出头发的厚度 是头发很多的猪猪女孩我 画出脖子和后面的头发 我也画出脖子和后面的头发 再按书上的上色技法画上颜色 可爱的耳插头像就完成了 超详细的图文教程 这本书是教耳插风格的 学会了就可以自己画头像 贴纸啦 很适合零基础入手 从工具到软件 图形创想 头像表情 配色逻辑 上色技巧 最后教你如何创作 商业插画中应用广泛 值得入手 和姚娥一起学习吧